我按照照片 我按照照片 抗拒拒 抗拒拒拒 抗拒拒拒拒拒 орт森彈印 老张啊 你看见没 我跟你说啊 按照你妈给我的秘法 我拿月童这个出生年月月一对啊 这个月药肯定生大孙子 你看真往后月药 你看全家的 你看照样子 问谁呢 问谁啥整啊 你得问你儿子怎么整 不管是姑娘或者小子 都行 还问我怎么整 这事她也不给我管 你看我儿子就做不了主 当不了家 你看我能给他做主 你说我让他明天要 他能听我的吗 这不是我管的事老问我 我不着急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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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着急你问我 我你妹妹 你说这俩孩子 实在一起住呢 一个玩的脑子 一个玩什么什么态的 他俩也不睡觉啊 你说不睡觉 你说他俩 你这要孩子也大了 那要了吗 哎呀 哎呀我记得咱俩那时候是 你先主动的是吧 我记得你总上不都能口等我吗 又问你那事 我还让连长给我踢一脚呢 我那时候啊 也是你爸你妈 要追我 我妈追你那你就追她呗 你不会吗这招 可能你让这一月给我放松呢 行啊 咱家呀 啥事我不得问问你 说说 啥事说说 你看他不当家 你看我能做主 这事我能说说 就弄废话老妹 那你这说的话 我怕疼你 哎呀走吧 这咋长的东西 那牙疼的孩子 妈跟你插的肉和啊 她这能不能是长律师牙的 她都多大了 早长完了律师牙 妈呀就是你这一段呢 总和王八汤 王八汤 给供服的 王八汤不都让我喝了吗 她这可喝几口啊 叶董妈 喝啥去 我糖都不行了 我去买点硝烟药 吃冻片什么的 那不行啊 妈跟你说啊 吃药三分毒啊 我听别人说的 要孩子的时候不能吃药 我对孩子不好啊 妈 我这还没怀孕呢 外衣缓上去 你听听啊 不行那你寒一口酒吧 那不行 你别想着 寒一口酒就是 一会儿就啥目了嘛 那这 这你妈 妈 妈给你想着 你挡着 这一招可好啊 我给你挡着 你妈年轻时候啊 一牙疼了 弄这一招啊 这什么意思 你看见没有 这一个是不合叶子 给你整个碎了 我牙上一壶 凉凉凉凉凉凉凉的 可好吃可好吃 这有这能行吗 就 你这是自运车用的 你知道啥呀 这招我总用 你也没用过 你别老跟我尝过 管用啊 管用了 你放心吧 这牙疼的时候了 你别老合计 你越心这么 你这儿合计呀 我不疼 我不疼 就没事了啊 这招能行吗 别瞎给整 要不你上医院走 我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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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不去 我害怕 我最怕钻牙子 你这么完肚子真的 干吗呢 初号这么粗糙呢 那得商量来 没事你看 我妈 你看 您跟从说不虚的 不虚不虚吧 走跟妈上回躺去 你躺叔叔叫还了 妈给你上 你从来没洗衣服 也没洗衣服 也没受 我刚吃饭还洗手 有用吗 有用 走 痛了 听妈话 你把眼睛把闭上 完成后洗了就倒过 我不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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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洗 你不疼 不疼 我不疼 怎么用 你别人查得过来 你咋的也比上孕墙啊 你把眼睛闭上 听妈话 你这心里倒过 你也不打过 这心喝进去 行了吗 不行 更丑点 嗯 鸡蛋 好 怎么的了 疼 还是疼 又疼了 嗯 好了 没办法 哎呀 好了别过别过 我自己给你想办法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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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冬啊 把你三个嘎嘎 小冬啊 小冬啊 我把你扔下去 咱们 哎呀 咱们还疼啊 哎呀 咱们还疼啊 那妈被你不合夜子整哪去了 含着呢 含着也应该行啊 你看我用的是好使 但是我疼吧 我就个心里捣鼓 不疼不疼不疼 你心里捣鼓没有啊 不疼不疼的呀 孽了 哎呀 想过事呢 来妈看看来 哎呀 都走了你看 快疼着 别哭着啊 一会儿好着啊 哎呀 来来来 你去干啥啊这是 哎呀 这啥药啊 他不能吃药 你看你这孩子 他不能 什么药 子彤片 妈跟你说昨天回来 月童啊现在不能吃药 你再给他吃药呢 哎呀没事啊 啥就没事啊 这个冰袋 你负在脸上 你这孩子啊 你就不听我话 哎呀走吧妈 他现在不能吃药 你听我说就回来 没事没事 别管他别管他啊 哎呀走吧妈啊 不听话你咋的 哎呀 他不吃药 他能铁肉了不疼吗 你得吵醒你那点 真是 躺好 嗯 嗯 松手吧 我给你扶人去吧 不用上医院啊 我不去 我给你扶你扶你 你扶你扶你扶你 你怎么在床上 哎呀 你可吓死我了你 你看他鬼了 喊什么呢 没发生什么事吧 你还问我 你心里清楚啊 这不可能发生 这天发生 还疼吗 不疼了 走上医院 不疼了为什么上医院呢 必须去 你看他脸成什么样了 都跟他芒果一样了 看上去一点不协调 起来穿衣服走 我们也要来 去 这边有病 那个是荔枝牙吧 是荔枝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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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痔齿 哎呀 他真有颜兆啊 真有颜兆 必须拔掉 必须拔 医生 我怕疼 有没有 无痛的 贵点也行 放心吧小姐 肯定啊 不会疼吧 很快就完事了 真的吗 嗯 这都麻药都打完了 还选择什么无痛的 啊 啊 哎呀 不疼 隔壁尿孩都拔三颗了 都没贵上 再说了 拔牙也减肥呢 来张嘴啊 嗯 别动啊 配合医生给你消毒啊 哎 这边扛 一会儿把我来再吃啊 哎哎哎 别动别动 好的马上就完了啊 坚持一下马上就完事了啊 好 吐 没事啊 哎没事啊 一二 一二 哎呀 都肿成这样还瘦脸呢 怎么回公司啊 哎呀 今天晚上让我妈给你煮点粥 要不你没法吃对吧 谢谢你啊 哎呀 这个牙拔得可真好 皮都拔没了 听着心里真舒服 我得谢谢你 算了 哎呀 心情大好 大话已出 不跟你计较了 那才好呢 你心情好呢 我就好了 你心情不好 我连教育睡不好 你看昨天不知道笑啥样 电话 陌生号吗 陌生号吗 还陌生号吗 万一是坦大少爷打来的呢 别漏街了 还是接吧 好 我接了 你别后果呀 哎呀 我做什么也没听懂 接吧 喂 月桃 明天晚上我想请你吃个饭 我没时间 明天 都排满了 我想我们还是需要好好谈谈的 好啊 那在哪儿 几点 什么地方 好 我记住了 明天见 今天心情好 天气也好 我突然好饿了 要不我吃了饭再回公司吧 去喝辣酱汤吧 算了 明天有人请你吃大餐 感觉喝辣酱汤 没什么太大品味了吧 不是你想的那样 还不是我想的那样 公司天天有人跟你说话 对吧 别人羡慕你 嫉妒你 但你别拿这事当成什么好事 你是一个女上司 对不对 别人都看着你呢 你要这样做 会让别人对你的工作能力产生怀疑的 我什么什么的沾沾自喜啊 我的私生活也从来没有影响过工作 这话也不是我让他们送的呀 再说我现在不是正处理这事吗 怎么处理啊 用下一个男人处理上一个男人的问题啊 我告诉你 有些男人是不容易搞定的 比热火上身 我觉得最难搞定的人就是你 我已经灵火上身了 还有比这更难搞定的事吗 我知道你不愿意跟我演这出戏 倒不是为了父母嘛 你再坚持坚持 好好演 等我父母走了 你就什么都好办了 你吧 你相亲好你怎么也好 你领到家里头都没人管 如果我真想赶走你父母 他们还能住下去吗 对呀 所以我感谢你啊 我不用你感谢啊 你老谢我干嘛呀 我不需要你谢 那你 那你想要我怎么样呢 我 我不要你说什么 我不要你做什么 反正我现在单身 你们不能剥夺我追求幸福的权利 谁会对你权利呢 我管你那些事了嘛 怎么缺男人缺成这样啊 想疯了 至于吗 你有毛病吗你 你去死吧 去死 靠边 你下车 这是我的车 我还要就是没过呢 你现在开车属于半分迷状态 都 都属于酒驾 我告诉你 抓着发死了 我错了 行了对不起 你 我还要是对了费吗 我看你了 那儿子的不能说了 你还能说好吗 我又能说好吗 你还能说好吗 我就是说好这些人 我还能说好吗 你这就是我 我还能说好吗 我还能说好 我还能说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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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着急有用吗 现在俩孩子现在不得一个无助你吗 那我不信他还能挖个地道跑了 是能咋的 这一个无助盯啥呀 一个人手里绷着电脑 一般般一熟 他也不睡觉啊 他能不困呢 他今晚不睡呢明晚不就睡呢 我就不信他不困 行呐 你就人家告诉你 不到上午啊 哎呀 你说现在要孩子这么费劲 过去我看你那要孩子都挺容易的 一堵了一串的 你说哪天要的你哪天就要 现在是什么原因你 总玩电脑 好 很好 那不行我就来个三光正确 三光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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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看我这电视 怎么打不着火呢 哎 嗯 突然捏着就就就去黑人了 整个捏不着了看看正确网 按摩运动 是不是拍过来没拍 你快过一会儿 那么多多少轮件 你看 没有 有电池啊 电池都打一顶 我看好一遍 你回去你赶紧去把电脑给我求来 正看我按摩运动 看我那球是进不进 好了好了 好 妈 我这里呀有一些设计方案啥的 还有些资料 千万别给我闪了啊 许多 你咋去 我喝喝水 我妈给你倒 你回去 看我 那你也快去 我先喝水 我看你 果然真的真的要平均 叮萌 冷酪 手 that的面 身边很多 屏房 我 我 你把电脑给妈拾拾呗 我还在工作 妈就拾一会儿 一会儿就给你拿回来 我 一会儿给你拿回来 那个那啥 你看小杜她二姨 非得要那个看给她招了两张照片 还说上什么什么 什么线上啊 让她交给我咋看 完了妈一会儿就给你送回来啊 妈 你千万别把我这东西删掉啊 妈 把门关上 你妈要电脑干吗呀 没什么事 谢谢 谢谢 还疼不疼了 你家还在医生那儿呢 我怎么知道她疼不疼了 你这话说的太有水平了 今天白天你要问我什么事来着 没什么 他们什么时候走啊 你小点声都说这样的事 再忍一忍啊 为什么每次都是我忍呢 你怎么不能叫他们也忍一忍呢 他们是老传统老私下 怎么把门一关干什么他们都知道 演戏你不会啊 可看他们这架势 要是看不到孩子伸出来 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你赶快想个办法 把这事情解决 我想办法 你可以 我没办法 领养个孩子 或者 借父身子也行 最后有了 这个肯定行 什么办法 一个自己生一个 一个变性 我做变性手术 你这话唠得太有水平了吧 这是办法啊 亏你想得出来 我 你气死了 看人家 追你追得多紧 那我们在哪里 这也能想人家 我听怎么回事 好 好 好 大家 二番 贝彤啊 你拿着这啥药啊 抗生素 这是医生开的 防止伤口感染的 妈跟你说啊 这啥也不能吃 听没 我听你别人说了 你这一回孕是不是吧 你吃药啊 生完那孩子散半嘴上 我可不是吓唬你啊 可别人不能吃 妈 你听谁说的呀 就算狗了必须得吃抗生素 吃啥药啊 那不能吃药 那必须得吃这东西 你看这孩子 没事 妈 放心吧 我上班去吧 没事 可别不行 来 请舅母 喝口茶 我还真渴的 辛苦了 辛苦了 这会儿我来的 有事求你 你得帮我呀 你说你说 你替我赶紧劝劝岳途嘛 这孩子也推不停滑了 岳途怎么了 上次跟这俩孩子谈过以后 我这心里还一直惦记呢 怎么了 他俩不配合呀 谁到现在的孩子们吧 跟咱们娘的时候不一样 咱那时候听爹妈去 爹妈说句话那了的 你说是不是 现在孩子们哪不听话呀 你说我啊 天天呀 给岳童做好吃的 飞老大进来的 这孩子也不吃啊 总啃那个苹果的 那体贲根 啥体贲根我天 多瘦啊 那晚有啥营养啊 减啥肥减肥呀 啥也不吃 我真着急呀 你说一天妈这孩子 就是都上班了 老忙的工作工作的 一天也见不到几回面了 可现在下午还是到话堆的 总完整个电脑 嗯 亲家 亲家你不好 咋够这么大碎水啊 嗯 我要说出来 你俩没笑 不能 你了 眼口那玩意 一时不大话给什么话 你怎么在话里面 都能及外边 赶紧说 这事呢 是个人的隐私 怎么呢 就不要干生孩子了 亲友啊 这彤彤呢 确实是工作 实在太忙了 生孩子买的 真是个特别大的事 但是你说这工作 这也不能不做 是不是 他那个 上班那玩的嘛 我这么行的啊 小杜上了行了 给他挣钱 这女人呢 也是能生大方行的 哎呀妈呀 你大能力呀 那真呀 还有个事呢 你这孩子又小了 嗯 前两天悦疼了 牙疼 肺也吃药 我都听别人说了 要孩子说别吃药 对孩子一点不好 你家悦疼不听话 肺也吃药 那够多挤把子俩 听着我是俗话说 这牙疼不是病 疼起来要的命 这牙疼起来 你说不吃药 真的挺不过去 这我也疼过我知道 这么着你就让他吃 这个药孩子呢 咱过段时间再药 不差这几天 不行啊 天地相差 一个代瓣 一个不代瓣 啥代瓣不代瓣 看这个呢 这个表啊 咱们老张家 猪不穿蜜粉 是我老婆婆给我呀 我要小多 就按他要 一保一个肚 咱老头都不知道 咱们这别的药都听说了 哎呀妈呀 花多钱买药都不卖的 我现在给小多留着 等着用我儿子按这个药 只能这么教的 你说我告诉他 他家我查完了啊 咱们家月童 是个生日时辰 月份 我这一看呢 就这月药 请你看啊 你看这月面 黑点这个 你看 这个月药 你看往下 带叉这个 都哑了 一蹭蹭半年 喝几个月呀 马上咱等不起呀 听见我 你说这都什么年代了 你还相信这封建迷信这一套 再说了 这生男生你不都一样吗 不一样 咱们农村吧 跟你们成了一个比较 农村需要劳动力 啥伙老爷们干 送饭 抛茶子 赶大车 啥伙老爷们呢 你知不知道 另外还有老张家 俺老张家四代单纯的 小多他太爷 搁一个 他爷搁一个 他爸搁一个 小多搁一个 到这个阿太 咋得得生小鬼 也都在想我呀 亲家母 咱这是在城市 不是农村 咱也不需要干那些力气活 你看童童 不也生个女孩吗 人家单位还当领导呢 你说生个女孩 是不是也挺好啊 生个女孩呢 晚上忙 嫁出门的女儿的 扑出门的腿的 那鸭子骗子嘛 嫁谁呀 不随人 就我呗 我姓刘 就刘盈 你知他 爷你别忘了就啥呢 我还是爸爸姓张嘛 一见面跟我就 老张大嫂子那个阿家 老张二嫂那个阿家 老张大妈那个阿家 俺们这俩今天不落这坑啊 我姓啥我都 我都忘了 一点也不一样了 真的 另外生个小子 说心里话 小子那晚上真的 顶天立地 和我本儿接着 那是我儿子呀 跟着 跟着 跟着大爷子 真的 生个鸭子那儿 亲家母 这时间也不早了 要不你在这儿吃了饭走吧 想吃啥 你说我们跟你做 对 你说 我记住了 我知道 知道 到时候我 我跟彤彤我说说他 那那饭我不吃了 来都来了 吃了饭再走吧 别客气 不吃了 月童回来呀 我爱做饭呢 给月童饭正好吃的 听我说什么 行行行 大孙的生饭之后 都咱家的 对呀 那也不高兴吗 干啥呢 那我都回去了 那你不吃饭了 我 我不吃饭 那行 那行 那我就不留你了 给你付点麻烦 哪里坏 咱都是一家人 不客气啊 亲家母啊 慢走啊 不送了啊 咱这亲家母啊 人倒是个好人 就是她相信 封建迷信这一套 她这么一说 咱们也就这么一听 具体该怎么办 我心里有数 首先我要找张朵谈一谈 妈 次有青菜 在这儿呢 小张啊 你跟彤彤是不是还没 做过婚前检查呢 好 很近没有 我就知道你们年轻人 粗之大义 虽然国家现在不强制婚简了 可是既然你们决定要怀孕了 那检查还是很重要的 你说是吧 咱不希望别的 咱们就是希望能够以后孩子能健康 是不是 妈 我和彤彤啊 我和彤彤啊 身体都挺好的 很多问题是看不出来的 你比方说啊 如果夫妻一方 有一方是遗传病携带者 那以后的孩子很可能会发病啊 你说这婚前检查也是预防 这个遗传病的发生 也是给国家跟咱们家庭减轻负担 你说对吧 是 有道理 我告诉你啊 妈妈我以前啊 不仅你是班主任 我还是工会主席 还监管计划生育 所以这方面道理我特别懂 那个这样 小张啊 这些道理反正你都明白了 以后啊 别停歇那些封建一切的做法 要相信科学 我跟医院的那个朋友 已经都说好了 下周 你跟童童去做检查 怎么样 行 妈 我不去 都忙死了 什么 你为什么答应我妈去做检查 你妈把医院都定好了 那去就去吧 你成天跟打鸡血似的 能吃能睡的 你还需要检查吗 那有什么办法 那就当一次普通体检 不也挺好吗 那等检查出来 咱俩都身心健康 你怎么跟他解释 迟迟生不出孩子呢 可是 可是什么可是 只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检查出来 你确实有问题 你真有才啊你 你把屎盆都往我头上靠 你怎么不说你有问题呢 我怎么会有问题 那你要没问题 我更没问题了 万一你有问题呢 万 连万一都没有 你怎么这么确定 因为我就是没有问题啊 孙佩佩的孩子是你的 你 你说啊你 你嘴上积点德行不行你 那你凭什么确定 你没问题呢 你有什么证据 那我问你呢 你凭什么说你没问题呢 我肯定没问题 我就 小朵啊别吵着了 赶紧睡觉吧 啊 别吵着了 我知道了吗 赶紧睡觉吧 睡觉 开饭了 哎呀 太爽啦 吃饭做按摩逛街 我一会儿还要去看电影 我还要去做指甲 就像是放风一样 瞧你别的 又是我妈的夺命连环抠 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打得那么急 没事 没事找你那么急干嘛 她就是想让我去医院检查 你生病了 没有 那 那她干嘛 不知道为什么 这阵子我妈和张夺她妈 现在联合起来 非要我和张夺生孩子 什么 生孩子 天哪 这天下的妈妈怎么都一样啊 女儿小的时候呢 就怕被人占便宜 严防死守的 这稍微大点呢 就怕嫁不出去 砸自己手里了 想方设法的逼婚 等结了婚吧 就想着该什么时候抱百孙了 哎哟 真是 那你这怎么办呢 我能怎么办 我们又不是真结婚 怎么生孩子 或者啊 你考虑考虑 战机发展发展 说不定啊 有戏 就算是我有此心 可人家是在当演戏 你说说 最近你们发展得怎么样了 不怎么样啊 前一阵子 唐云涛打电话给我 想约我见面 我本来想骗她出来 让她空等一场 知难而退 没想到被张夺发现了 她说我疯找男人 还吵了一架 我看有戏 我开始 也是这么想的 但你不知道张夺这个人 每次都在 教育我 像个味道似的 不停地说说说 我想给她个台阶下 都没找到机会 你说张夺反应那么大 这说明她在意你 吃醋了呗 哎呀 你呀 就知足吧你 至少有人陪在你身边啊 无聊的时候 还能吵吵架 多好 谢谢你啊 就那张夺 每天都在气我 你看看 这儿还这儿 这皱纹都被她气出来了 你就知足吧 你还无聊 这么多男的 在你后面追着 不就等你 随便点一下吗 你别跟我提这问题 也听得我发怵 哎 你知道 我吧 就特别的矛盾 人家一说样定下来 我这 我这害怕呀 你怕什么呀 哎呀 我这肚子 怎么了 吃坏东西了 急性肠胃炎 情况嘛 倒是不严重 这样吧 我给你开点药 嗯 你乱吃东西吧 嗯 我哪知道啊 来 我去哪儿吧 你别跑了啊 谢谢啊 医生啊 嗯 我怎么会得肠胃炎呢 这个就得问你自己了 你呀 昨天吃了什么 平时饮食怎么样 当然了 还包括你平时的作息情况 你知不知道你刚才的那些问题 能把别人的隐私都套出来啊 哎呦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病人是这样问我 哎 你别说啊 这是个好办法 追女孩可以不漏痕迹 我觉得我可以跟我的同事分享这个办法 那你同事当中 是不是有很多都是单身的 嗯 你看到了啊 这工作环境所致 也是无奈的现实啊 也是无奈的现实啊 嗯 那你呢 哎呀 哎呀 你知不知道 你这也属于打定别人的个人隐私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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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